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已经完成了交付后的测试 据美国海军时报网站5月6号报道 美国海军表示 试验于2019年10月开始为期一年半 内容包括飞行甲板验证 舰载机部队运行 以及许多其他任务 据美媒报道 在试验的最后阶段 福特号进行了作战系统资格测试 其中包括一场实弹演习 在测试中 福特号使用了RIM-116导弹 海麻雀导弹 和MK-15密集阵禁防武器系统 将所有无人机与把船摧毁或拦截 在今年夏天 福特号还将进行航空母舰的全舰冲击试验 以检验舰载设备和系统 在遭受冲击后的运行能力 美国海军称 自1987年 罗斯福号航母进行水下冲击试验以来 美国海军的航母就没有再进行过这种试验 美国海军还表示 全舰冲击试验 预计将会对舰船设备和系统造成一些损害 但不会影响到未来的作战部署 感谢观看